各位聽眾早晨,歡迎大家到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2月21日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有我們台灣的許留山 早晨 還有我們澳洲的曾bc 大家好,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要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到我們的二台精香部 三台浪費冷氣那裏 點贊、分享和訂閱 以壯大我們中立和平和理性的聲音 做齊衣三寶 不會掛錢這麼老套 好啊 我們這一節主要想說一件歧視 什麼歧視呢?幾天前發生 兩三天前發生 話說這個 美國有間很大的做引停公司 叫做 General Electric GE公司 幫中國製造飛機引停 當他想賣這個飛機引停 當時美國的白宮內部有些幕僚 竟然說我們要以這個國家安全為理由 因為這樣中國就會攝取到我們制這個引停的秘訣 他就用這個Reverse Engineering 然後就可以擺到我們的機器裡 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讓他拿到航空優勢 這樣說 GE馬上出來罵 有沒有搞錯? 他都不是第一次買我們這隻引停的 不要這樣做Reverse Engineering 那麼厲害 不是打機啊 大佬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你們幻想得太厲害了 不要妨礙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這個引擎就是什麼 是一個叫中國雙飛行舞記載的話 就叫做Commerce 就是中國的一部叫C919的飛機 社長是不是? 研發之中 現在還在試飛 那麼他那個引擎就是本來想買CFM International 那CFM International的引擎也是供給這個 就是空客 就是空中客車 就是Airbus 就是巴士 還有波音的 那波音737呢 就都是用這個CFM的引擎的 那CFM International就是一家法國公司 和這個GE 就是剛才阿嘉珊說的那個合營機構 那麼中國已經有大量的CFM的引擎在用著 因為中國是很多A320 和B737系列的客人 是非常之多 就是中國主要用的客機就是這兩隻 其實 就是你如果看回南航啊 東航啊 他們最多就是這些單走廊的飛機的 單走廊的客機 就不是香港人一般見過慣的 就是wide body 就是廣體客機 就是有兩條通道的 那就是內地主力的客機都是只有一條通道 因為其實人數是做不到 就是很多航線的人數呢 其實就做不到 用這麼大的客機 是不經濟的 就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是 那C919呢 我好像最多的客人有170幾個 沒有記錯吧 那單一經濟艙就是好像160幾個 還有C919呢 上次都有它的叫做第一次LAN的時候 我記得是有直播 沒有記錯吧 算是都是一個飛躍 但是它的飛行系統 就是一間 我很記得那間公司 叫Honeywell International 就是這樣 我沒有記錯的話 都是西方的公司 就是這些航電系統啊 引擎那些 就是西方是有話語權的 整件事 而中國是長期都是 就是買很多這些東西 而中國 就是其實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鄧小平也說過 我們要做多少件 襯衣 先穿衣服 我們要做多少件衣服 才可以買到一架飛機 就是要賺多少錢的外匯 才可以買到一架這些這樣的飛機 其實是天文數字 就是做的襯衣都是天文數字 你才可以賺到那個錢去買 其實西方從來 在這些領域都是有優勢 嗯 一直都是 你說略奪又可以 你說它的優勢 競爭相對優勢 可以令到它可以很輕易 就賺到這些錢又可以 就是他們那個科技的累積 各方面的東西 是令到他們 在這方面有絕對大的優勢 還有他們的教育系統 也是 就是 就是 對於這些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他們基本上 從來都是 就是很多都是商業秘密 你根本都 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知道得識到 就是說那個逆向工程 根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你抄不到的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最後你只買了一個 買了一件成品回來 那你要重新去學 再去做同一件成品出來 根本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是一件襲衫 我買回來拆開它 然後重新畫個紙樣 我就可以再做一件一模一樣 不是那種東西 整件事根本就不是 或者是汽車的 因為汽車的件少少得多 但是你的飛機實在太複雜 因為它還有它的系統 所以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還有降水等等 你學不到的 很難學 野金屋 野金屋 都是有一個差距 大家 要承認這些事情 不可以說自己 厲害了我的國 這些是五國行為 我覺得 實施構思 那我們繼續說 他們打算這樣做 其實美國不是第一次做這些事情 但是奇有奇在 特朗普竟然在他的Twitter發文 罵這些事情 他說 他認為外國購買美國的產品 美國是絕對不可以 將來也都不能夠 也都絕對不可以成為一個難以進行貿易的地方 他竟然說這些 包括以國家安全為藉口 迫使美國公司為它保持競爭力 而不接生意 就是有生意就要做 他並且說 美國希望出售貨品到中國和其他國家 這些才叫做貿易 美國不希望和美國做生意變成不可能 因為這種情況 只是代表 你不接這單 那些訂單就會流向其他地方 他舉例 他希望中國購買美國的飛機引停 因為美國的飛機引停是最好的 是啊 因為你不買GE 就買盧斯萊斯 其實情況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 你不買GE 就買盧斯萊斯 如果中國他把所有行機訂單 因為中國出國的客機 就是廣體客機 其實都是要買的 如果他變成了 本來可能買波音 有些 好像南韓那些 買了很多波音 七八七 東韓那些 也買了很多 波音客機 如果他把所有訂單 都轉過去 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 其實波音的損失會很大 現在大家都知道 波音還有一隻 七三七max 停飛了差不多一年 好像已經不止一年了 整件事 根本上 其實有沒有一年 我都忘記了 總之都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總之最傷消息 就是要停飛到年中 他估計昨天就跌了百分之三點多 有沒有記錯 怎麼說呢 波音其實這一年 都叫做多災多難 真心說 所以我沒有記錯 波音也是貿易戰的時候 他也是有很強烈的反應 他說有沒有搞錯 大哥 我們已經很慘了 還不讓我們賣東西給中國 我記得那時候 他的股價也是跌到板板 因為這次七三七max的事件 其實已經重創了 但是他不怕的 因為他們還有很多軍方的合同 其實美國軍方和波音是有很多合約的 你說公司會不會死 不會 但是民航機那邊的生意 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中國其實 是用很多美國的高科技產品 整件事就是 中國做那些中低端的東西 去用很多資源 和人民的健康 去換那些高科技產品回來的 這個就是實際上 中美貿易的現實 並不是說中國掠奪了美國 中國買美國的東西 其實是犧牲的 犧牲的感覺 沒錯 當然現在的環保就越來越好 因為我以前都在大陸的時候 其實環保其實都是講在嘴巴上的事情 現在我有朋友 因為我以前大陸也認識了一批 做我們唐家環境工程的 現在真的不是罰錢了事 很多人都可以監盡關勞 因為金山銀山最重要是綠水青山 沒有記錯 是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 金山銀山就是金山銀山 應該這樣說 整件事是這樣的 我都說錯 這些記得太多 有時候都記不到 其實國內正在進步 家燦說回 你不如看看現在的實際情況 你覺得是怎樣 其實川普是純粹賺錢最至上 當然這是他本業 這是第一 第二 最後還有一個發文 他見到有一些正在國會考慮的法律 有關法律的規定是荒謬的 他希望外國很容易和美國做生意 而不是更加困難和美國做生意 他已經支持政府所有人 要按這個方針辦事 不可以有任何藉口拒絕 即是說他 其實可能他覺得國會 想搞和他的貿易戰 他貿易戰已經 馬電中國政府和他買東西 現在他國會 打算整條法規 讓大陸買不到他的東西 他的氣氛非常不順 你即是玩我落個臉 你國會 所以他出了這篇文 真是一個孖叉國會 你不要用指示 阻礙著我 連任大計 我已經碎掉了中國政府 買這個引庭就買這個引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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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人在美國是玩東西的 其實我覺得 美國的核心價值 都是賣銀 當然 當然 當你觸碰到他國家的核心利益 他肯定是不斷地打壓你 找你的麻煩 找你的麻煩 整件事就是 但是人其實天生喜歡拿銀 這個是事實來的 越拿得多隻手會更癢 哈哈哈哈 一般人都是這樣 很簡單的 其實這個世界是為了錢 為什麼要打壓你 就是因為你可能賺得更多錢 他才想要打壓你 所以說到第一個核心就是錢 是 講壞點 就等於這個5G 5G一樣 說喂 你妨礙著我百年大計 找大陣 那就搞你華為 一模一樣 其實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美國那個 就是他那個5G制息 那個跟中國那個 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美國說的是 蠔米波那些 跟中國那些 但是技術上的事情 不要說那麼多 因為聽眾覺得悶了 那如果現在你買了一部 華為手機 在中國走到5G 美國是走不了的 原因就是美國那個 頻譜 就是被軍方佔了 就是中國用的5G頻譜 就跟美國的軍方的頻譜 是一樣的 是 那個頻譜 如果軍方不開出來 就是給一般人用5G 其實 美國是很難可以真正用得到5G 所以我之前都說的 如果軍方肯放一些東西出來 那整件事就沒有了 其實現在美國的問題就是 有些事情他們 之前做了做下去 那麼 他就繼續在那裡因巡 有些事情做不到 譬如那個頻譜 他就沒有想過拿出來 其實軍方是可以拿出來的 如果軍方是可以拿出來的 如果軍方是可以拿出來的 那其實 美國是沒有問題的 所有5G 一定會跟中國是平起平坐 他們有太多內部的問題 沒有拿出來說 所以 整件事 是 就是 他就用一個 哪吒招 現在就是假華為 我認為是哪吒招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希望 希望我住的地方 不要覺得我叛國 哈哈 哈哈 你們是改用什麼 改用LG 是嗎 Ericsson 我們是用LG 現在諷刺地 Trump說 不如美國去買了Ericsson 哈哈 真的追著 Ericsson是跟華為有很多合作的 有沒有記錯的 其實他們這麼多公司 全部都是 會用大家不同的零件的 不會一家做的 因為你一家做的 其實就 始終都會有問題 一家做的始終都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政治上都有問題 如果你全部霸佔來做 這個世界是不行的 你霸佔來做 到最後就是 人人都不相信你 就像美國這樣 他現在很多事情都是霸佔來做 就是表面看起來 譬如波音飛機 引擎那些 你好像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 歐洲都有做自己 另外一套東西 是西方 就是大家西方是接納到的 有一點點競爭在這裏 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個人讀大 就很大問題 就是整件事就不一樣 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現在的話 科技的話 因為大陸的 進步了很多 而且很快 所以他們就 害怕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害怕 為什麼我們澳洲那麼多 有益的報紙 會醜化 中國人 因為他們都是害怕了 他們經常有個理論 就是 喂 他一來到我們什麼都沒有 會搶走我們的工作 但是 很多工作是他們不做的 真心說其實 他們不願意做 其實最主要是 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根本就是 有很多人 又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有很多人根本是 在西方 就是他們那些辛苦 要做很多工作 就是平時可能 要加班很多工作 其實他們是不願意做的 他寧願不要錢 都要什麼 都要假期 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 譬如 我不知道加拿大 美國國是不是這樣 但是譬如在澳紐這些地方 你做管理層 是沒有好處的 我自己的朋友都是這樣的 他本來是做管理層 然後他說 管理層 一個星期才多幾十塊 辛苦又要辛苦幾十倍 我不做了 又要被人笑 其實就是最大 因為我們的老師 就是一個做了很多年 project management的老師 他說 你知不知道project management 最大功用是什麼 就比不同的contractor少 事實上也是 因為他是協調的 錢也不少 但是你給一個 那個senior consultation的人 其實就多不得幾多 如果你是做一些 叫做 一些做 surveying工作 就是那些資深的測量師 其實跟他的錢 是差不多幾多 還有有些可以選工作 但是project manager 就經常被人少了 嗯 整件事沒有辦法 就是這些 有另一個別稱 不過不說了 別稱有點不雅 我們會在沙拉 沙拉戲開一節說 不過現在 你看到美國就是 其實最頂層的人 不會想什麼爭霸什麼什麼的 找錢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說爭霸性 不過是兩邊打龍通 如果另一個眼光來看 就是他們兩邊打龍通 各取所需 因為只有整著所謂爭霸的名字 才可以問國會拿更多錢去搞事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一個對手 我哪裏可以找到錢 給軍工業去做戰鬥機 大哥 整個頭盔都一千幾百萬 怎麼去浪費這筆錢 怎麼令股價升 就是這樣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小弟要開工 好 拜拜 拜拜